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行政院经贸办事处积极为台湾争取加入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而今年的CPTPP执行委员会将在11月底登场 轮值主席国为加拿大 与台湾具有双边贸易协定 因此今年被设为我国入会的关键年 但专家指出 由于加入CPTPP采的是共事绝 而成员国大多与中国都有邦交 恐怕会受到中国施压 因此台湾今年想要入会 依然是充满挑战 国库政府极力争取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执行委员会将在11月27、28号 于轮值主席国加拿大登场 外界认为这两年对台湾能否加入相当关键 因为后年轮到越南轮值 恐怕会受到中国政治理介入 两岸是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提出书面申请 如果说现在既有的成员 为比如说台湾成立工作小组 那把中国大陆放在一边的话 那我们要知道这些国家通通是跟中国有正式的邦交关系 我会认为说是挑战性非常的高 不过上一回CPTPP轮值主席国是与台湾向来有好的日本 那时也被认为台湾加入机会大 如今又过去了一年 仍在持续争取 敢在中国之前入会 因为要加入CPTPP不是轮值主席国说了算 要所有会员国才共视觉 虽然说美国不是成员 但是他们都会某种程度上以美国的意愿做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呈现一种美中的影响力拉锯的情况 虽然现状不乐观 但是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也受到成员国肯定符合协定的高标准贸易承诺 台湾在入会的法治跟实务的条件上 基本上是具足的 一旦中国大陆比台湾更早入会 台湾未来要加入CPTPP的机会 恐怕是更为渺茫 先任经贸办事处指出 我国持续透过各种管道与做法 推动于英国加拿大等 洽签双边的经贸协定 为取得成员的共识打造有利条件 万时具备 只欠各成员国能扛住中国的政治压力 这位山山台报道